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微信11年后下架一大功能 中国籍少年被发现在日本金刚离奇城市湖中 打假网红铁头被全网封禁 山东日照局限命案信息汇总 最高法院要求特别顾问对特朗普寻求审判延期的回应 文思 麦克马虹如何在虚假中建立了一个帝国 并教会了唐纳德 特朗普如何控制人群 民主党加强对RFKJ的攻击 称他是一个破坏者候选人 将帮助特朗普 请大家收看 微信11年后下架一大功能 综合新闻 在微信最新的8.0.47版本中 摇一摇功能不见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近期上线的听一听功能 经查询发现 微信海外版WeChat 8.0.47版本中 摇一摇功能依然可用 打开发现页设置 也无法再添加摇一摇功能 此前 有网友就此咨询腾讯客服 客服回应称 摇人功能目前已下限 资料显示 微信在2012年9月份推出的4.3版本中 首次加入了摇一摇功能 至2024年已经有11年以上历史 这个功能允许用户通过摇动手机 随即找到附近或者全国的其他用户 进行社交互动 它也可以用来传输图片或参与一些活动 微信摇一摇功能上限之初受到用户欢迎 在2015年春节期间 微信推出了摇一摇红包的活动 吸引了大量用户参与 据称创造了8.1一次的摇动记录 据检查日报2013年报道 由于摇一摇功能会自动将用户的地理位置信息 暴露给周边的人 若其周边一公里的人 未在微信界面上清除自己的地理位置信息 用户也可以搜寻到对方 形成一个社交网络 这一功能也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了解被害人信息的途径 微信此后对摇一摇功能进行了一些调整和限制 该功能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而最近微信新增的听一听功能 除了保留此前摇一摇中的听歌时曲功能外 还新增了现场音乐乐迷圈以及个人设置等等 用户可以通过收看15秒广告免费听歌30分钟 山东日照局线命案信息汇总 综合新闻 春节假期间 网上惊传山东省日照市发生害人命案 一名中年男子大年初一凌晨入村刀伤两人后 在趁救护人员及警方到场后 在外围埋伏用土制枪大开杀戒 造成多人伤亡 有未经证实的网上消息称 死者包括医疗人员 社交网站前日11日起流传日照市 举县洛河镇宅科村发生命案 一名男子用刀刺伤了一政府家属院门口两个人后 带救护车赶到时 在持枪项 人群开火 现场血流一地 消息暂未获当地官方证实 社交平台X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发文引述较为可靠的消息称 凶手30多岁 有轻微残疾 从小被过继给叔叔 死者为两家人 其中有孩子 其中一名死者曾是凶手的老师 凶手使用俗称土炮自制枪支犯案 事发在当天后半夜 村民发现时先叫救护车 因此医护人员先与警察到场 一名医护人员遭凶手枪击丧命 网传案发后 大批军警进入村内搜捕凶徒 网上流传的片段显示 数十名持枪士兵夜间在马路集结 但地点及时间不明 网上流传一则落款为日照市委政法委的 关于建立社会矛盾风险隐患日报告制度的紧急通知 事发当晚 网上开始流传一则落款为日照市委政法委的 关于建立社会矛盾风险隐患日报告制度的紧急通知 发出时间为2月11日 通知要求重点排查可能诱发个人极端案事件的风险隐患 并具体点名了增加排查的16类人员 排查房地产 医患 劳资 设婚姻邻里纠纷人员 设访人员 投资失败 工作失业 生活失意 情感失意 关系失和 心态失衡 精神失常 年少失管人员 有暴力倾向扬言报复社会人员 可能引发暴力冲突人员等 日前网上流传的枪杀案情节存在多个版本 其中提及凶手坐了17年老 现在出狱了来报仇 凶手有枪 有刀 共计4到6人作案 凶手有轻微残疾 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他出车祸残疾后 媳妇走了 凶手只能在村里干点活 老板不给钱 老板家里有当官的将凶手送进监狱待了两三年 今年凶手出来之后报复老板 把老板一家都杀了 另传凶手作案动机 是上学时被老师虐待 所以杀了老师一家和其他仇家 也有消息指称 死亡至少21人 伤20多人 凶手是被开除的特警 目前中国网络上 已将相关消息全部封杀 只有部分影像和截图 传到海外社群媒体上 因此得以保留 截至12日 中共当局未发布通报 凤凰网 网易曾报道此事 但很快就遭到删除 中国籍少年被发现在日本靖岗离其城市湖中 综合新闻 日本靖岗县胡锡市冰鸣湖 发现一具中国籍学生的遗体 警方已杀人嫌疑调查案件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靖岗县警方13日称 9日在该县胡锡市新居艇的冰鸣湖发现了家住该县待警室 中国籍的韩寿志高中学生17岁被遗体 据称 从遗体的状况等来看 很有可能是被逆亡 警方13日已杀人嫌疑 在胡锡警署设置了专案组 据专案组透露 9日下午3点45分左右 在冰鸣湖钓鱼的人打电话报警称发现了遗体 警方调查遗体身份 认定系7日下午 家人已报警要求搜寻的高中生 据悉 该高中生4日下午7点左右 告诉家人出去玩后离家 5日凌晨 确认身处冰松室内的朋友家中 专案组正在向高中生的家人和朋友们 询问其身边是否发生纠纷 日本媒体报道透露 经过司法解剖后 静刚警方判断死者为中国籍 高中生斋藤宇川 又名宋宇川 死因已遭人使用某种手段溺死 由于遗体有多处皮下出血 疑似曾遭人殴打 警方判断这是一起杀人事件 静刚陷阱于今日下午5点 在湖西警察署成立约百人的搜查总部 打假网红铁头被全网封禁 综合新闻 国知名打假网红铁头成厄阳善 简称铁头在抖音快手 微博等平台上的账号均被封禁 此前 齐音在直播间里 自曝涉黄经历被网友举报抵制 根据澎湃新闻报道 铁头成厄阳善的账号 在抖音平台拥有518万粉丝 目前显示账号已被封禁 快手平台也显示账号已封禁 暂时无法操作 微博账号显示该账号 因被投诉违反法律法规和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定 现已无法查看 报道称 铁头曾通过铁头唯一小号针对封禁一事 发布视频回应 称自己的快手号 微信视频号等账号已被平台封禁 抖音账号也已经变成了数字账号 作品被删除 他还说 如果是永久封禁 不能再出现在互联网中 在生活中打击消费欺诈 虚假宣传 在45周岁之前不会停的 账号公开信息显示 铁头网名为铁头成厄阳善 来自浙江省杭州市 2023年3月开始 37岁的他开始做打假视频 曝光了三亚海鲜市场 老年保健品等乱象 引起网民关注 最高法院要求特别顾问 对特朗普寻求审判延期的回应 彭博社 美国最高法院要求特别顾问 杰克·史密斯 在下周二之前回应唐纳德 特朗普暂停其刑事审判的请求 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的选举结果 并寻求免受起诉的豁免权 最高法院的要求 是在特朗普要求大法官干预此案之后提出的 随着莱德基留在家中 意大利的夸达雷拉在1500米自由泳中 再次夺得世界冠军 美联社 意大利的西蒙娜 夸达雷拉在世界游泳锦标赛的女子 1500米自由泳比赛中获得了金牌 近年来一直在该项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 美国游泳选手凯蒂 莱德基选择不参加锦标赛 以便专注于巴黎奥运会 夸达雷拉几乎领先其他选手半圈 但他需要更快的速度才有机会在巴黎赢得金牌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比赛中 韩国的黄善宇获得了金牌 立陶宛的达纳斯 拉普希斯获得了银牌 美国的卢克 霍布森获得了铜牌 文斯 麦克马洪如何在虚假中建立了一个帝国 并教会了唐纳德 特朗土如何控制人群 CNN Netflix 在这个想法上压住了50亿美元 即职业摔跤即将迎来复兴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会这样 摔跤拥有真人秀的所有戏剧性 但更加夸张 它充满了千禧一代的怀旧情怀 而且这种娱乐形式中的核心概念 即KFB 从未如此相关 简单来说 你所熟悉的像霍克 霍根这样的摔跤是剧本化的 但其中的人们 致力于将其在擂台内外 演绎成真实生活 这就是KFB 我们可以将其应用于 我们极度线上生活中 令人沮丧的各种经历 当场景和实质之间的界限 日益模糊时 参见 大多数社交媒体 AI深度伪造 国家政治普遍如此 民主党加强对RFK Jr.的攻击 称他是一个破坏者候选人 将帮助特朗普 CNN 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DNC对独立总统候选人 罗伯特 F.肯尼迪进行了攻击 声称他将帮助唐纳德 特朗普击败乔拜登 DNC指责肯尼迪 受到与前总统有关的 富豪捐助者的资助 该委员会向联邦选举委员会 提出了投诉 声称肯尼迪的竞选活动 与支持他入主白宫的 美国价值观2024政治行动委员会 存在非法协调 CNN已联系肯尼迪的竞选团队 寻求评论 Starlink对乌克兰至关重要 以下是原因 德国之声 乌克兰情报部门声称 占领乌克兰的俄罗斯士兵 正在使用埃隆 马斯克的Starlink互联网网络 尽管该服务由SpaceX免费提供给乌克兰 据说这项技术被用于指导乌克兰 对俄罗斯坦克和阵地的无人机打击 Starlink和俄罗斯政府都否认了这些指控 SpaceX表示 如果发现未经授权的人使用Starlink终端 将进行调查并可能禁用他们 Starlink在低地球轨道上有大约3000颗卫星 并计划将网络扩展到4万2000颗 乌克兰声称 俄罗斯从阿拉伯国家购买Starlink 英国每日电讯 据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HR称 俄罗斯军队据称正在从阿拉伯国家购买 SpaceX的Starlink卫星互联网终端设备 已在前线使用 该机构表示 他们截获了两名俄罗斯士兵 讨论购买终端设备的音频 并发布了一些细节 似乎证实了俄罗斯军队 在乌克兰被占领地区使用 Starlink终端设备 SpaceX否认向俄罗斯政府或军方出售设备 阿联酋被认为是俄罗斯用来规避西方制裁的主要枢纽之一 为什么乔治 桑托斯的纽约特别选举很重要 CNN 纽约第三国会选区的特别选举 被视为民主党在下一次总统选举前的一次考验 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民主党人汤姆 苏奥奇以48%的支持率领先 而共和党人马奇 皮利普以44%的支持率紧随其后 使得这场选举的结果难以预测 该选区传统上倾向于共和党 但拜登在2020年赢得了该选区 如果苏奥奇获胜 将证明民主党在实际竞选中表现出色 而皮利普的胜利 则表明自2022年共和党控制众议院以来 国家环境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 价值950亿美元的援助乌克兰 以色列和台湾的方案 经过了整夜的辩论 澳洲ABC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 价值95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用于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 该法案为乌克兰购买美国制造的防御装备 提供资金 包括弹药和防空系统 这些装备是乌克兰在俄罗斯 继续侵略行动时所需要的 该计划还包括 为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 提供额外资金 以及为台湾和加沙地带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该法案现在在众议院 面临不确定的未来 一些共和党人 包括与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结盟的人 反对这项立法 2024年柏林国际电影节的亮点 德国之声 柏林国际电影节 是世界上重要的电影节之一 将于2月15日至25日举行 开幕影片像这样的小事 是一部爱尔兰比利时合拍的作品 讲述了爱尔兰的 马德林洗衣房问题 这些洗衣房是 天主教教会经营的庇护所 用来奴役堕落的年轻女性 电影节的阵容 包括20部角逐金雄奖 和银雄奖的电影 这是电影节的最高奖项 今年 国际评审团 由墨西哥 肯尼亚 奥斯卡奖得主 路皮塔 尼勇奥领导 参赛电影来自30个不同的国家 其中包括柏林电影节历史上 首部尼泊尔参赛作品 该电影节也以三大欧洲电影节中 最具政治色彩而闻名 组织者对中东人道主义危机的受害者 表示同情 并对德国和全球范围内 反犹太主义 反穆斯林情绪 和仇恨言论的传播表示关注 电影节旨在促进 对这些问题的开放对话 一名52岁的女子 在酒吧遭受物质袭击后受伤 英国每日电讯 一名女子在巴辛斯托克 一家酒吧被人托洒了一种物质 这名52岁的女子 皮肤发红 起了水泡 由于打劫 不得不剪掉大部分头发 汉普郡警察 正在呼吁目击者 并试图确定袭击中使用的物质是什么 两名男子 年龄分别为48岁和53岁 因涉嫌故意谋求重伤而被逮捕 中国再次对突变的COVID病毒进行实验 我们应该担心吗 英国每日电讯 全球各地的科学家 包括英国 中国 德国 瑞士 日本和美国的科学家 正在对突变冠状病毒株进行实验 以更好地了解他们 并开发出一种通用疫苗 由英国纳税人资助 并位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G2PR UK联盟旨在研究 COVID变种 在人类中的适应性 以及他们在人群中传播的方式 逆遗传学 被用来改变病毒的蛋白质 使科学家能够确定变种的特征 包括他们的致死性 传播性和逃避疫苗诱导免疫的能力 这项研究对于回答关于病毒的问题 以及帮助识别原始 COVID病毒与Omicron变种的特性 至关重要 科学家们坚称 这项研究是在安全的 高安全性实验室中进行的 并且他们遵循严格的协议 然而 由于对病毒的科学理解 自2020年以来有所提高 实验室对COVID-19的安全指南 正在进行审查 全球国防支出去年飙升至创纪录的2.2万亿美元 报告 半岛电视台 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一份报告 去年全球国防支出达到创纪录的2.2万亿美元 比前一年增长了9% 该报告还强调了北极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 朝鲜追求核武器 对中国的担忧 以及非洲撒哈拉地区军事政权的崛起 这些都对高度不稳定的安全环境做出了贡献 报告指出 这个不安全时代正在重塑全球国防工业格局 美国和欧洲在数十年的投资不足后 加大了导弹和弹药的生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内容的深入分析 首先是微信下架了11年的摇一摇功能 这个功能在推出的时候曾经非常受欢迎 但随着用户隐私和安全意识的增强 以及犯罪分子利用该功能获取信息的问题 微信不得不对其进行调整和限制 而取而代之的听一听功能 则更加注重音乐和社交互动 也是微信不断创新的一部分 接下来是山东日照局限的命案 这是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造成了多人上网 虽然案情目前仍不明朗 但这起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安全和犯罪问题的关注 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迅速铺案 并维护社会的安宁和秩序 此外 我们还报道了一名中国籍少年 在日本靖岗县的湖中被发现沉湿的案件 警方正在调查这起涉嫌杀人的案件 希望能够找到凶手并为受害者讨回公道 这起案件再次提醒我们 保护青少年的安全和福祉是至关重要的 还有一个报道是 关于打假网红铁头的封禁 这位网红因为在直播间自爆涉谎经历 而引发了网友的抵制 这一事件再次提醒我们 网络平台需要更加严格的管理内容 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 其他新闻包括美国最高法院 要求特别顾问对特朗普的请求回应 意大利游泳选手在世界锦标赛上获得金牌 以及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等地 获得美国援助的消息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解读和分析 为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